中国字,中国人,我是苏小妹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贡字 贡的甲骨文字形像双手托举十五的样子 金文字形呢,上面为两个并列的十 十啊,在古代可以表示众多 与下面表示两只手的部分结合在一起 贡字呢,就表示众手齐举的意思 说完解字当中解释 贡曰同也 可见贡的本意是共同一起 那随着字意的引申 贡字衍生出了贡,贡,贡等分化字 不过自古至今 贡同一起的本意 已知是贡字最常见的用法 中国人倡导人与天地万物的一体无间 和谐共存 所谓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 将对亲人的爱推扩到了更广的范围 从人类同胞到世间万物 无所不碍 所谓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唯一 大自然造就了天地万物 也造就了我 我与天地万物共同存在 同意于大自然之中 合中共济 这个词呢,最能体现我们中国人 共渡难关 共同奋斗的精神 和共见共享 合作共赢的智慧 对现代人来说 合中呢,就是凝聚 提升发自内心的共识 同心协力地追求和平、和谐 那共济呢,就是共同承担责任 共同面对挑战 共同抓住机遇 在这一历久弥新观念的影响之下 中国人积极回馈社会 关怀家国 每当国家、同胞遭遇危难时 大家定会做到 一方有难、八方志愿 从而共克时间 共享人间大爱 其实我们中国人 在追求共性共享的同时 也并不否定个性的差异 而是主张以开放包容的心态 对待他人 尊重差异 理解个性 从而消除隔阂 和谐共处 孟子说 物之不齐 物之情也 万物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这是客观的现实 那庄子也认为 万物皆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物固有所然 物固有所可 无物不然 无物不可 所以说 人民平等地 看待他人及世间的万物 在求同存异 互相欣赏的基础上 达成共识 中国人既有良善的赤子之心 又有包容开放的智慧 所以 共享和平 合作共赢 这是中国人的真诚愿望 共计互惠 和谐共生 美美与共 是中国人的恒久追求 收到金融真有味 点赞关注苏小妹 改天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